串接 那就把2万多 变成1 串在一起 然后呢再来比对一下 名单里面跟那个1比一下 如果有那表示怎么样 就是黑名单 这样会简单一些 所以呢我这个写法这样 然后再比对 比对之后的话会有一个结束的时间 就是Timer 去把Timer里面东西 然后再把 结束的时间减掉那个开始时间 不就会有个什么Total 就Match Box 显示出来 所以如果对这一段程式有兴趣同学 自己再玩玩看 我刚刚做的动作 如果把他跑起来的话 就是刚刚这样的结果 他会一直跑跑跑跑 跑完之后会有个显示的结果出来 那另外的话 如果要做一个状态 这个恐怕难度会比较高 需要增加一个什么表单 就这个东西 里面放一个状态列 当他执行的时候 他就会去跑刚刚的动作 有兴趣同学 不过这个可能难度比较高了 之后看有没有时间再讲到这一段 那另外的话 还有一个范例 因为时间关系 所以请各位回 回家试试看 就是说 第1个 下载 什么呢 这个范例 就是康书 去统计乐透彩的 中奖几率 最后要做完的 就是这一个 这个画面对不对 点下去 哪一个号码 他的出现几率 比如说是哪一年的几率 为万分之多少 格式要长这样子 万分之多少 那最后把他合计起来 两年的 统计几率 最后合计出来 排第几个 然后呢 把前三名可能做一些比较特殊的格式 让我们知道前三名 或者是前五名 看你要签几个号码 你就把那几个号码先筛选出来 那这些资料 网络上都有 你可以到那个 那个公司里面 热透彩公司 他不是有历年来的历史的资料 统统可以下得到 也可以统计 这个档案的话 你把它打开来 他的格式类似像这样子 把它打开来看一下 那基本上 你就试试看吧 这个地方的话 其实我没有 用太多的 方法 我只有用Count 跟Count Count 总共 出现的 比数多少 然后Count 是统计出来 总共多少 这边的话 不过这边我是改成101年 跟102年 大概103年104年都有 这两年的统计资料 有没有发现 就是说 这开奖号码 有7个 然后呢 这个范围里面 出现 1号的有几次 出现 2号有几次 那就可以统计出他的什么 他的那个 中奖几率了 然后两次 加起来 合计 就有个排名了 看起来很难 但是 做给各位看 会比想象中还简单 里面呢 只有那两个函数 一个 是Count 一个 是Count OK 回去的话 有时间试试看 下个礼拜的话 我们再来看这个部分 下个礼拜把那个 这个数学函数讲完 再来就是 下一个阶段 简直与参照函数 外面还给各位一下